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命元夜吧 青龙大阵以万木为基 服役七十二剑法器 勾连整个青龙湖的灵气 今天晚上 青龙大阵终于要成了 巨灵阵 起 引灵阵 迷雾阵 巨木阵 生灵造化阵 起 还剩最后一个 同山 青龙阵 起 到了这个境界 它距离脱离法阵 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接下来 可以大规模生产生命元夜了 钟瑶瑶呢 她不是每次出来玩 都特别积极吗 最近学校来了个K国转校生 是个大帅哥 瑶瑶现在天天围在那人身边转 而且 听说那转校生 好像是SA李家的人 那个K国最大的财团 嗯 他好像是分管SA生物的那一只 我也不太清楚 听也傲八卦的 好帅啊 好棒 小琼 郑重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男朋友李炳炫 刚刚转来我们学校生物系的K国交换生 你们好 我叫李炳炫 陈凡 这是我女朋友方琼 嗯 什么女朋友 别对我们家小琼便宜 炳炫是汉城大学上的 有股和墓术人杰森非常相似的气息 而且比杰森要强大得多 出了一位国际知名的教授 我很想结识一下他 你说的是陈北璇陈教授吧 是的 难道这个李炳炫 是冲我和生命原业来的 不知道陈先生是做什么的呢 我吗 我只是个学生 如果陈先生有意向的话 可以毕业后来我们公司工作 SA驻金灵的总代理 李贺奎先生是我的堂叔 忘记告诉他关于陈凡的事情了 人家才不用给别人打工呢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情就先走了 要我陪你吗 不用了 是公司有些事要处理 你跟朋友们好好玩吧 See you 瑶瑶 我看你还是离他远一点吧 这个李炳炫 总是给我一种很危险的感觉 阿拉阿拉 我只是和他玩玩而已 不会让他占便宜的 你自己注意吧 李董事 您要调查的资料 已经全部在这里了 怎么只能找到一些表面资料 陈北轩到底是什么人 他家住在哪里 他出生自什么家族 他行踪如何 这些都查不到吗 我此次来是受家族命令 一定要得到生命原液的配方 凭这些资料 怎么可能做到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立刻就发动在华国的全部人脉 全力调查这个陈北轩 生命原液非常重要 他将取代一切抗衰老的产品 便是许多化妆品都会被他代替 谁能掌控生命原液 谁就能掌控未来的生物科技走向 不论如何 必须要拿到这个配方 大家先停一下手中的工作 自从原始母业开发出来后 我们对生命原液的量产模式 已经定型了 从今天开始 生命原液将会正式大规模生产 并对外销售 所以从今天开始 实验室的使命 到此结束 各位在领取奖金之后 就可以离开实验室了 太好了 这几个月功夫不负有些人了 是啊 终于可以全力生产了 陈教授 您怎么能放他们离开呢 为什么不放 我们之前签订合同 他们帮我研制生命原液 我给他们奖金啊 可是 可是您不懂得生命原液的重要性吗 这些研究员 好多都是后来加入实验室的 甚至可能有国外的间谍 现在您就放任他们离去 那岂不代表着生命原液的配方泄露了 谁说配方泄露的 你再做一次实验 看看按照配方 能否研制出原始母液来 只是一管浑煮的液体 完全不像母液具备的那种 沾蓝色神秘的光泽 检测显示 这只是普通的酵母菌罢了 怎么会这样 我曾经说过 生命原液并不是只靠科技手段 就能炼制而成 它归根到底 依靠的是术法 原来是我白担心了呀 你这些天 一直和于晴在一起吧 你 您怎么知道 你不用知道我的消息来源 带我去见他就行 生命原液量产型研制成功 是时候 和军方谈判了 你们竟敢加害无期 罪不容赦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兵风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 令我满意的解释 那就只能 灭足了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现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发尘刀鸳鸳月 地下拳塞鲜血肥剑 闻圣拳空手道 各路高手擂台击掌 谁说传统武术 只是花架子 继上拳台 生死勿论 今日看伯术 如何成为功夫之王 邪鬼 圣变刚 是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纠结了 别人 他 何时才能为您告证吧 我是平安镇的警探 太乱 金戈铁马战修 动腾将长鼠风流 各位兄弟 今日 定要扫天窝仔 世上第一祖师爷 我挥一下帝子出手 神域争锋 乖徒儿们 快到为师盘里来 要不恢复阅 你 你 为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